哈囉,大家好,我是俊修 八天的封測即將結束啦 不知道大家練得怎麼樣啊 那我的排位也來到了無冕之降 但是排位上去後幾乎都等不到人 不知道是不是人真的變少了 還是因為今天是封測的最後一天 所以只能苦苦等兩分鐘打電腦 那這樣確實有點無聊 希望正式開服之後官方宣傳可以多打一點 那畢竟人多才好玩嘛 那今天要帶來一場超級離譜的逆轉勝 沒想到落後十幾分最後居然反敗為勝了 果然還是要相信自己的夥伴 那我們就來這場實戰排位解說 好,那我玩的是日向順平 隊友配著黑子還有火神 那對面也是火神配著日向順平 對面是區級3的球員 所以其實我也有點怕怕的喔 還有搭配一個小哭好智 現在來到跳球的環節 那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會是小哭會跳到 因為相比下來的話 小哭的籃板能力值還是比較高的 那時候火神來個前路 他應該是按錯啦 小哭往外穿 那對面日向順平一個左側步 那被黑子干擾到了 那籃板繼續被小哭搶下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有一個籃板弱勢喔 因為我們這邊是沒有專門抓籃板的角色 那目前比較適合抓籃板的角色 還是中鋒類型的 還有海長的找團充養 比較適合抓籃板 那火神現在的版本是比較適合防守跟蓋火鍋的喔 所以這一場開始我們籃板就有個弱勢 那這邊他們不斷在進區做導船喔 最後被日向順平跑出來一個小碰檔 還好沒進喔 那因為對方兩個都進區球員 所以我就盡可能的去幫黑子補防 那這邊的話我站位沒有站好 不然應該可以把他蓋下來 那現在是2比0對方領先 對方投進後馬上來個嘲諷喔 那我這邊做事做一個接球或投籃喔 趁對方注意在我這邊的時候 黑子來個中距離 這邊空位出手就把握住了喔 那現在我們2比2平手喔 球選轉換 那火神傳個小哭 再傳回一個日向 日向一個左側步 那黑子這邊站得很好喔 還是被對方頂進去囉 對面的日向應該是有點一些天賦還有潛力 所以這樣可以把他頂進去 那我這邊想要環野顏色 那最後是沒有進喔 還好火神抓到籃板球 那黑子其實這個跑位不錯 控檔 那最後球很可惜沒進 我抓籃板球 但我不知道這一球為什麼黑子要投三分球 沒關係 我就繼續把我們的防守做好 黑子這邊想要一個操結 那因為沒操到 對方的前面就沒有人站位喔 所以就變一個控檔了 馬上拉開比分 目前是8比2 那我這邊其實有點急喔 想要趕快換顏色 那自己的心態稍微有點崩喔 這邊其實我沒有動的時候 是我按了一個投降喔 那還好我的隊友我沒有辦法 沒有放棄我們夾到火神 馬上給他一個火鍋喔 這邊黑子拿到球 馬上傳給我 那我這邊就是完全的控檔 那從這時候開始 我覺得我們似乎還有一點點希望喔 因為目前的比分確實不大 好這邊是去幫黑子補防 這邊傳出來 那這下一個頂頭 就要不要進了 那現在分數拉到5分差距喔 分數是5比10 那黑子這邊想要傳給我 但是來個爆傳喔 我只好自己來解決這一球 那這邊剛好有一個很大的空檔喔 那結果 結果居然沒進啦 那對面小哭順勢抓下籃板球 我跟黑子兩個人都被騙了喔 那只剩下黑子這個 些微的干擾喔 所以理所當然 對面就把他頂進去喔 對方持續把他比分給擴大喔 反正想要回進一顆喔 結果我按錯了喔 我往左側步跨出去喔 我如果往右側步的話 他就是一個很大的空檔 那很可惜喔 對方還是持續把球 交給他們的日向順平 那籃板的話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螺絲喔 對面的小哭的籃板球 實在太強了 比賽還沒一半 就已經被他抓下10個籃板了 持續被火神那個火勢灌籃 淋漏我們家興趣喔 那我這邊做事 想要來個接球投籃 看能不能騙其火神 那這邊火神沒有馬上看到的話 反而傳給我們家黑子 那我持續跑位 那這一球呢 我應該是要接到球之後 假動作往右邊跳 我按鍵沒有按好 有籃板再彈出來 結果所有人都沒有搶到啊 日向順平想要來快手操武 趁這個空檔喔 直接給他右側步 最後雖然有被嚴重干擾了 那因為系統機制球的關係 還是被我投進喔 那從這時候開始吹起反攻的浩角喔 那這時候黑子已經開始慢慢抓到 對面日向的節奏了喔 這時候小哭開個大阿 所有人都沒反應過來喔 那將被他吃掉這一球了 那現在剩下1分半 還是有9分差距喔 那現在已經沒有辦法2分2分左右 因為只剩下1分半 雖然有點急 那這時候我想說能不能頂晶一球 試一球喔 那這邊呢 我已經抓到日向他會擁有招數了 那這邊蓋下這球之後 黑子撿到地板球 然後我順勢開個大阿 那這個大阿 那這個大阿就跟山井的大勢一樣的 就是那個發射光 他的受干擾率會變得很低喔 那這時候 我們已經完全摸清日向的招數了 所以日向想要來個右側步 被我抓到 馬上再給他一個火鍋喔 這時候火神來不及補防喔 日向又下手操武 我一個左切路 再一個左側步 他又成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空檔 繼續把比分給追進喔 現在已經最要剩3分差阿 對面的日向也開大了喔 那我這時候也是完全放棄我們家禁區喔 就一起幫我們的黑子做補防 對面的戰術也非常明顯喔 就是持續把球傳給日向喔 這時候嚴重干擾 那我很怕他近喔 還好幸運成撞到我們這邊 我們還是想辦法把籃板抓下來 那我這邊持續做干擾 這邊火神搶下了一個非常非常關鍵的籃板喔 稍微有點急喔 那也被對方的日向也蓋到了 那黑子順次傳給我 那這邊我應該是要用假動作 往右側或左側喔 那還好喔 這球被我頂進去喔 那現在劍球進了 就追平喔 17比17 剩最後的37秒喔 對面這時候我已經殺眼了 三個人跑出來守我喔 帶上一句Copy的名言喔 三甲之內接控檔喔 那剩最後30秒的時候 居然把分數給反超了喔 那這邊火神被撞停 順次給他一個超級耶 我知道日向又想要來超我球喔 左側步 這球很可惜喔 居然沒進喔 火神又抓下去關鍵籃板喔 有一個假動作 右側步 一氣合成 39 持續把比分擴大 拿到6分 目前是23比17 那想必一定是用日向追喔 我已經抓到後來節奏了喔 這球火鍋直接趕下去喔 那我馬上來偷籃 那又被系統給吃掉喔 還是沒進喔 那沒關係 持續把防守做好 剩下這球日向投出去 被我踩到點干擾到了喔 火神抓下關鍵的第六個籃板球喔 順勢開個大 3分球 最後G 這時候已經9分差了喔 那現在剩下3秒鐘也不可能贏了喔 對方就馬上投降了喔 OK所以最後居然還是贏了 我自己都覺得很誇張喔 過後10分的情況下還可以反超 還是覺得很驚艷 再次感謝隊友的不離不棄 那在今天的下午4點 就要關閉3檔了 我在最後一天 也把日向順平天賦點到100% 期待這次開服後與大家見面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每部好看的影片啦 有機會的話 再拍黑子的籃球遊戲給大家看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